从这边去new一个新的project 在这边的话,你不用建project 因为它已经预设率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VBA本身 上方就是一个什么VBAproject 意思就是它已经帮你建好了 你不用建这个专案 所以专案不用 但是你一定要建什么 建module 刚刚我们是在SRC上面new什么 所以这边我们就 cancel一下 在SRC按右键new一个module 其实这边有点类似 在VBA里面 记得是在任何的地方按右键 这个专案的下方任何的地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module 用模组 所以VBA里面是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我就插入一个模组 你会发现有一个模组 接下来的话 请你把程式写在这个模组里面 不过VBA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刚刚我们是直接就写程式在上面 但是VBA多一个 它可以分成好多个副程式 所以我们要多一个副程式的叙述 那怎么插入 上面有个插入 插入程序 程序的部分用sub 名称也许叫什么 我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什么 叫年底判状 那你会发现 它会多一个sub sub就副程式 也就是它的module里面 可以切割很多支程式 那在那个python里面理论上 我们就是单一个module 就一个程式 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就写 刚刚那个程式 我就把它写在 这个sub里面 那当然呢 第一个 我假设 因为为了让大家比较能够明白 到底它两者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直接 拿它的程式 复制过来 直接贴到这边 改给各位看好了 我要贴上 不过因为缩排的关系 我把它按tap一下 下一阶 那理论上 第一个 第一行 在那个VBA里面 这边注意 不用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 VBA 我常讲 它比较有人情味一点 就是你不用转型 它也会知道 其实 你 你为什么会比较 而且用一个数字 用一个文字来比较 表示说你忘了转型 那VBA这一点 它还蛮有人情味的 好了 我知道你是 应该是忘了 没关系 你不转型 也可以 OK 所以特别之后 你文字 要比对 在VBA里面是OK的 不用转没关系 它会自己帮你转 底下的话 input 它不叫input 它叫input box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个叫input的东西 它叫input box 它会跳一个讯息方块 然后请输入年龄8 第一个差异点 还有转型不用 OK 所以基本上 input 改成input box 第二个不用转型 第三个的话 if 它也是if 后面一样是多逻辑 可是呢 它的冒号 在VBA里面不是冒号 它用 改成input th 所以第三个差异 第三个差异 第四个差异的话 我们底下的逻辑 如果是在 Python里面是 lif 不过VBA的名称换了 它叫lif 多一个什么 lse 加1加1 然后最后的话 冒号也是一样改成in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看到这个冒号 一律改成in就对了 然后这边的话 l改成l加se OK 然后 最后的那个l时 后面不用冒号 它必须要在 那个最下面 加一个andif 它有if 一定要andif 这样子的话 就OK了 那不过printer 它会print到下方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然后它会 这边有个执行 有标放这个程式里面 上面一样有个执行 再来的话 它有个这个 printer 它也不是printer 所以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不一样 请你把printer 改成 跳出那个视窗显示 然后那个跳出视窗显示叫 messagebox msq box 它里面有好多个 干脆有用取代的 messagebox 把printer改成messagebox 全部取代一下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程式全部由python改写到这个vba 然后我们看一下执行 结果一不一样 好 跳一下执行 上面也是执行 请输入年龄 我输入25岁 按个确定 那特别注意 我输入一样是文字 但是它蛮贴心的地方是 我没转型 但是它也接受 确定 有没有 青年 那magicbox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只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 基本上 其实它是有差异 但是我是觉得差异 大不大 好像 不过好像记忆也不少 对 OK 好 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这个我想 紧攻各位参考 因为未来 你们应该也会遇到 我到底应该用哪个工具比较好 如果你两个工具都可以 可以会用的话 那你有选择权 那如果你两个工具 只会其一的话 说真的 你已经在Excel里面 我是建议用VBA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就像你在台湾 跟在国外一样 OK 如果你是本国 你就本国很轻松 你买东西 你也不需要拿护照干嘛的 但是如果你出国就不一样 所以Python要来处理Excel的档案的资料 有时候相对还是比较麻烦 虽然它有很多简单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还是没有VBA来的简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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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ılan点点栏目